对面的医生让我去取眼球 当我望向他时 我看到他十分恐惧的眼 一部纪录片透过大量证词 以及参与手术医师 受害原始终前录音等 正式呈现活摘人体器官的恐怖 而且这几种眼镜全部 都是一个地方 体检身体干什么 还没有打不着 这是一部描述中国活摘器官的纪录片 从10月开始在全台几个戏院上映 没想到短短几天 这些戏院陆续收到死亡 威胁恐吓 原来有媒体因为报道电影国有器官 要上映的消息 竟然在短短的20分钟内 就接到要被放炸弹的恐吓讯息 但是嫌犯的目标不光只有他们 他甚至还打电话到全台的各个影城 全台各县市的影城 甚至是政府机关也通通都接到 不准再继续播放电影的讯息 否则嫌犯就扬言要在影城内 引爆炸弹 以逢逢威胁邮件里面 清楚写着制作了炸弹 也窃取影城讯息 更扬言如果继续播放电影 将会到影城射杀民众 警方立刻加强巡逻查器 同时锁定寄件人的IP位置 刑事局初步研判 是中国网军惯用的滋扰手法 播放纪录片的戏院遭受波及 有部分业者担心观众们的安全 决定先行取消放映 而这或许就是祭出恐吓信件者的最终目的 明日新闻王文君谭俊豪 台北采访报道